美国联准会要公布上个月的会议记录 能够从这个会议记录里边来一窥美国的经济体质 以及升息对抗通货膨胀步伐的线索 在今天呢稍后我们在下午收盘的时候 可能可以看得到一些断倪 好另外呢也看到这是美国女子职篮 WNBA的明星球员Britney Greiner 因为在2月份遭到俄罗斯拘留到现在 白宫呢也透露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读过了Greiner给他的亲笔信 说让他获释现在是当务之急 Greiner的家属在4号就曾经公布 格林娜致美国总统拜登信件的部分内容 信中格林娜恳求拜登要尽一切力量让他获释 现年31岁的Greiner在今年的2月 在美国的休赛期间前往俄罗斯参加比赛 但是俄国当局在他的行李中发现含大麻油的电子烟 烟夹就在莫斯科的机场逮捕他 他被控试图走私含大麻油的电子烟夹进入俄罗斯 审判在7月1号就展开 这位曾经夺下两面奥运金牌和WNBA总冠军的Greiner 因为毒品总司的罪名恐怕会面临最高要达10年的徒刑 那么白宫的新闻秘书也在日前说 总统已经读过这个信 并且表示这个问题对总统来说是当务之急 好 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是对于在天然气方面 天然能源方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这里 现在对于在清洁这个洁净能源的法案 在应该来讲在最高法院 现在已经把决定的权力下放给各州州政府 而不是变成在这个统一 国家统一的政策 所以这是有一个调整的 但是欧洲议会则在今天投票通过欧盟提案 是支持将天然气还有核能 列为环境永续的绿能 来促进民间投资电厂 可以让欧盟稳定的潮气候目标来迈进 然而这项提案在欧盟成员国和欧洲的议会 都引发了是敬畏分明的对立 环保团体批评提案行头 票率 Greenwashing将不惜诉诸欧洲法院 在去年格拉斯哥的气候峰会举行期间 就有消息说 法国带头的欧盟拥合国家将会提案将核能 列为绿能 德国为中心的另一些欧盟国家则支持反对的立场 两派现在是针锋相对 欧盟执委会在今年初提案把天然气和核能 列为绿能投资项目 欧洲议会也出现正反两派 将持不下 环境和经济两个委员会就在上个月表决反对相关提案 而在今天全体表决当中 议会705席由639人出席 最终以328票支持 278票反对 还有33票弃权 通过了这个提案了 除非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有20个国家否决 否则这个提案就会成为欧盟的法规之一 欧盟也强调这项政策有条件的限制 并不是随便的开放 尤其在欧盟2030年之前 最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55% 2050年以前达到碳中和的气候目标下 每年需要大约3500亿欧元的投资 天然气和核能是重要的过渡气能源 好下边我们再看到的呢 就是欧盟的官员表示 欧盟计划要成为塔吉克境内全球最高水坝的最大投资人 而这个举动的目的就是要协助中亚减少依赖俄罗斯的能源 这也是欧盟回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环 塔吉克在2016年开始新做这一座 罗根ROGAN水力发电厂 这座发电厂可以让塔吉克实现完全的能源独立 好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是 这个是可怜的斯里兰卡了 斯里兰卡总统在今天说 斯里兰卡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燃料并且恢复旅游航班 帮助斯里兰卡度过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斯里兰卡已经把用来进口商品的外汇花光光了 数月来苦于停电 通过膨胀猖獗还有食品和汽油严重的短缺 另外看到美国和欧盟 现在都对俄罗斯的石油实施禁欲 惩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斯里兰卡5月则透过总部位于杜拜的重解公司 购买了9万公顿的西伯利亚原油 但是没有足够的美元来购买更多的原油 在现在呢 斯里兰卡的总理对国会表示 斯里兰卡已经破产 英国政府则发出警告 自驾公民非必要不要前往这个正在与经济崩溃抗战的南亚国家 斯里兰卡是深受英国游客喜爱的旅游观光点 在现在呢 斯里兰卡正在经历粮食和燃料短缺 而斯里兰卡的总理在今天对国会表示 斯里兰卡宣告国家破产 所以呢 在安全方面 现在必定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英国就警告 自驾公民非必要不要前往 好 我们在今天的五件新闻 最后看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他的科学家昨天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 指出COVID病毒感染引发的免疫反应 是会伤害大脑的血管 可能是病患长期出现症状的原因 这是根据对9名感染病毒后 突然死亡的患者脑部所做的解破的检验 研究团队并没有在大脑中检测到COVID病毒的证据 反而是发现这些人自身抵抗力 自身的抗体攻击大脑内血管内的细胞 造成了发炎和损伤 那么在这项发现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人感染后会产生持久的影响 像是头痛疲劳 味觉嗅觉丧失 无法入睡 还有脑雾 就是Brain fog 或许有助于为新冠长期症状 设计一个新的疗法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后面见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 我们休息一会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接下来的节目 别错过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